這個號稱現在是史上最硬的教招 正式上路了 新智的招吉令從原本的五天到七天 一口氣嚴長到十四天 手踢六百人 在昨天日上午入營 有這個教招員跟女朋友一路陪同來送她入營 更因為兩個人不捨說 兩個人會有兩個星期見不到面 一度淚灑營區 在營區前相擁依依不捨 不過也有教招員看到了惡物的戰爭 直言說國家有需要 應該要接受更嚴格的訓練 甚至有人建議說 是不是要推動自願教招呢 國防部長邱國正爺表示樂見其成 甚至會推出獎勵措施 號稱史上最硬教招報到前職的情侶 依不捨僅僅相擁 女友眼眶含淚送別男友 畢竟這一分開可是整整兩個禮拜 有種被隔離的感覺 有啊 那有什麼畫像這樣感受 不能快一點回來沒辦法 四四天新智手提拱六百人 將以防守臨口海灘作為訓練目標 每天十個小時兩週無休 但一天還是有兩個時段 可以使用手機一個小時 應該是晚上應該是可以有通話時間 有啦會 晚上會發出 正常都會 至於到斷運期 那你們從哪邊 強化後備戰力戰鬥技能射擊 以及夜間教練之外 還有野外素營行軍里程10公里上 可以說是超好超滿 但部分家長與趙元 也因此難也不滿 靠被疫軍人來保衛國家 我覺得國家政策上 是不是應該做一些改變 你認真覺得這樣能夠恢復你們戰力嗎 我認真覺得嗎 基本上不可能 前烏克蘭那些戰爭的 那要有人去散彈場操作一些武器 既然教招到我們了 那我們就回來這邊做一個精實的訓練 歐戰爭也讓國人戰備意識提升 立委甚至建議推動自願教招 主動要優先來加入教招 我們絕對歡迎 他大概就對打BB彈有興趣 是 增加到我們野外來從早操到晚 四個月的正常的當兵的時間 並沒有操 兩個禮拜之後呢 還是沒有戰鬥力 硬不硬在比較上才可以看得出來 拿到以色列的程度是多少 適當的美國國民兵的50%還是70% 教招心智正式上路 但兵員不足光靠後備役 恐怕還是難以補足戰力 記得林佳慧 楊琦號台北桃園採訪報導 Alex講說一定要學會 如何操作刺針飛彈啊 我這恐怕蠻重要的 還有呢 Brian講說被教招的600人都是最硬的 那是一份榮耀啊 還有呢 我看到Vector講說呢 教招14天 教天換地 美軍憑什麼要幫忙打仗 還有呢 天地不容說這是真愛 不過我們剛剛在討論開玩笑講的啦 說呢 該不會覺得說 哇 終於呢 兩個星期可以自由一下 是不是 對於這個女生來說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還有略懂講說 當兩年兵連布倉 彈藥去哪裡 哪個彈藥褲拿都不知道 欸你不要說 要去哪個彈藥褲拿不知道 這是一回事 這個你拿在手上 會不會用 這都不知道耶對不對 還有呢 忍者蛙說 14天哭哭啊 好啦 這個呢 我們還是希望 好 查明王講說什麼 學會如何用掃把 真的是 我們希望說不管怎麼樣啦 大人呢 還是可以團結一心啦 在最後緊要關頭的時候 當然戰事呢 希望不要發生了 好 換個心情 我們來看一下呢 這個新聞呢 這個是南投埔里 這邊有一處的 腳白筍田 他最近被農民發現說 居然是有鱷魚出沒 而且這個鱷魚呢 你看 60公分長 疑似是被棄養的寵物眼鏡凱門餓 而且呢 現在正值這個腳白筍的 採收棋耶 搞不清楚裡面到底有幾隻啊 怎麼敢寄去 嚇到田裡面呢 農民心裡面真的都怕怕的 所以他們趕快通報了縣府 找來動保單位 協助捕捉 結果呢 找了一個晚上 還是沒有找到鱷魚 最新的消息是 今天中午的時刻 這一隻的鱷魚 有浮出水面 晒一下太陽 熬約末一分鐘之後 警覺志工靠近了 迅速逃窜 聽到噗 一聲就不見了 跟著農民腳步 綠油油的腳白筍田中 出現不速之客 一隻大鱷魚浮出水面晒太陽 讓人捏拔冷汗 我頭上我的肩都在我的旁邊 我叫他說你走好嗎 後來他買給我搖搖搖的 我想奇怪 這好像是靈性的 看來搖搖搖搖 就把它藏下去了 藏下去了 專家說這是一隻 身長約六十公分的寵物眼鏡 凱門鱷 已經出現在田裡三四天了 暫時跟農民們和平相處 但正值採收期 還是會有點怕怕的 一些寵物啊 就是比較凶狠的寵物 放在田裡面 我們也會害怕 畢竟鱷魚還是有野性 也搞不清楚到底有幾隻 農民怕危險 同保獻補 晚間找來動保單位搜尋 但茫茫筍田 只聽到普通一聲 就不見鱷魚蹤影 在現場啊 我有在走一圈了 然後目的是沒看到 這邊的鏡子排不起來 是無法上岸的 但經過測量 現場農田與路面落差 大約兩公尺以上 鱷魚會不會上岸逛大街 民眾驚恐不安 動保單位也呼籲民眾 不要因為好奇 就貿然跑到現場 因為一早還要動員搜尋 繼續把稀客請出田中 記者鄭翔 楊敬禮 雲杰 南投報導 台積電進駐高雄預定地 在男子舊中游的高雄廠 現在正在進行整地 附近的居民說受不了 就塵土飛揚 還有空氣污染 拉起了布條來抗議 在3月4號舉辦了環評出審 台積電第一階段環評卡關了 針對健康風險評估 空污的抵換 還有廢水的處理等等 必須要在4月7號之前 補上資料 進行第二次的審查 一輛輛大型挖土機開挖整地 台積電又在男子設廠 原本應該用力歡迎 但附近居民卻拉起布條抗議 污染 水污染 水處理 被氣污的處理 這方面都要先考慮到 希望在整治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能夠公開透明 讓我們鄰近的住戶 能夠更安心 怪手挖地砂石車 再塗往外送 附近居民幾乎天天忍受 塵土和空氣污染 是在洞圍條 拉布條抗議台積電 4號專案小組開會審查 台積電第一階段還評被卡關 台積電實在是一個非常大的 這個耗水耗能的企業 他們總體的用電啊估算啊 大概佔這個高雄市民生用電的六成 三個多小時的初審會議 要台積電補上資料 包括健康風險評估 空污抵換 減能減碳措施 廢水處理 而且4月7號前提送 進行第二次審查 我們全力支持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背後 是一個污染的事情 所以呢 這個污染是一定要很嚴格的面對 台積電要在中油高雄 另油廠就職設立晶圓廠 消息一出全台關注 連帶房價三級跳 但附近居民最擔心環境污染 希望市府搶著招傷 更要嚴格把關 不要為了台積電 犧牲居民健康 記者高雄總報導 其實在金門呢 就有一間 偽裝城商店的防空洞 這間偽商店呢 不但是有招牌 大門跟窗戶 真的是有模有樣耶 另外在嘉義的國光新村 也有把防空洞藏在廟 還有餐飲店裡面的 特有景象 土色的小房子外 掛著後期商店四個大字 但仔細一看 不僅橘色大門深鎖 連窗戶也全是假的 原來這是一個 偽裝城商店的防空洞入口 這個偽裝商店 位在金門縣金陵鄉 金門早年建造了 許多地下民房坑道 為了避免輕易被敵軍發現 會用各式建築偽裝 而這座後期商店 就是安齊民房坑道的入口之一 商店牆角還有射擊扣 可以架設機槍 同時具有監視與防守的功能 地下連接的坑道 也可以直通後方的村落 但由於年久失修一度荒廢 直到民國105年 才在村民的推動下 重新粉刷 讓整個商店患然一新 而擁有防空洞的 當然不只有金門 嘉義市的國光新村社區 雖然面積不大 卻有八個防空洞 其中有五個保存狀況良好 而且隨著社區開發 還出現防空洞在餐飲店 還有廟裡的有趣景象 門一打開 神不見敵的坑道 連結起內部防空洞 可惜的是 有部分防空洞 因為長期未實用 再加上警政單位 不在列館 保存狀況不佳 當地居民也希望 市府可以加以整修 除了美化環境 也可以在需要的時候 派上用場 記者侯國文李俊龍張志仁 嘉義金門綜合報導 我們都應該要珍惜生命 不只是人 還有小動物也是 有民眾發現了 宜蘭一處農地 竟然出現了一隻 二級保育動物的環境制 被宰殺 而且還高掛在竹竿上面 這怎麼很像 以前古時候 在打仗戰爭一樣呢 你這個好像是得來的 你的勝利品 就把它掛起來 這樣子真的是畫面太殘忍了 追查之後發現 原來是一位老農 因為不滿 他的農作物被鳥類給吃掉了 自然是痛下殺手 不但引發愛鳥人士痛批 現在警方也要依據 動物保育法來進行開伐 環境制叫了一聲拍拍翅膀 往前走一步 朝四周看呀看 他是保育鳥類環境制 身上咖啡色和白色的斑點 加上頭部黑紅相間 讓人印象深刻 但沒想到這種保育鳥 竟然遭到這樣的對待 愛鳥人士一度拍攝環境制 卻突然發現鳥不見了 追查下去 近在宜蘭一處農地發現這個殘酷畫面 原來有位80歲的老農 疑似不滿許多鳥類 常跑到他的田裡 著食玉米和花生 因此殺死環境制 並把他的屍體 吊掛在竹竿上 來警告其他鳥類 殘酷的做法 讓許多人都看不下去 而環境制 屬於二級保育動物 主要分布在玉山 台江和金門國家公園 生活在600公尺以下的草原和棺木叢 平時吃果實種子和小蟲 微生 飛遷能力不佳 他多半以行走和奔跑為主 環境制被吊掛屍體濟棋 引起了愛鳥人士的不滿 呼籲就是這些農民朋友 我們還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來驅鳥 譬如說驅鳥球 或者是驅鳥王等等 鳥有通報農業處和警方後 警方尋現找到老農 目前警方偵辦是 可以與這個野生動物保育法的部分 還請地間署偵辦 動物獵食是天性 但入侵農民田地密使 卻很容易迎來殺生之禍 如何在保育跟農作之間取得平衡 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記者林英生 葉宇娜 宜蘭報導 在雲林東室呢 是胡蘿蔔的重要產地 產量佔全國的三分之一 東室香把3月的第一個星期六 定為胡蘿蔔日 邀請民眾來拔蘿蔔 拔到的都可以免費帶回家 沒想到現場湧入五六千人 有媽媽抱著嬰兒來 還有爸爸拿水桶來裝 主辦單位說 想要把這次的活動 來申請金氏世界紀錄 蘿蔔田五顏六色的胡蘿蔔 任君挑選 拔到的通通可以免費帶回家 民眾假後盜手補 呼朋引伴全家總動員 五六千人擊爆蘿蔔田 拔蘿蔔啦 小朋友假日不用上課 來拔蘿蔔 做做體力活兒 徒手拔直呼好累啊 會不會覺得很累 會 很難拔起來 對啊 很難喔 還有媽媽抱著小嬰兒 也來體驗拔蘿蔔的樂趣 小的很好的體驗 大概我們很早一天 會有加上蘿蔔 就都加太過了 可以送人啊 醃蘿蔔啊 有民眾則是有備而來 不只帶了大袋子 大水桶 還帶了鏟子 方便挖土 這是雲林東室香舉辦的活動 這裡有160公頃的面積 都是種植胡蘿蔔 產量佔全國的三分之一 東室香還把三月的第一個星期六 定為國際台灣胡蘿蔔日 但是沙子狼狗 排水性良好 所以它種出來胡蘿蔔特別的漂亮 一場拔蘿蔔活動 原本是為了推廣在地農產 沒想到迎來五六千人共享盛舉 超大的拔蘿蔔政仗 歷史一刻也將挑戰金氏世界紀錄 另類走向國際 記者 廖文斌城 廣日王世函 雲林採訪報導 宜蘭羅東運動公園裡面的望天秋薩芳 因為連熱大雨出現了直徑五公尺的水潭 配上一旁的綠地看起來呢 好像是一個縮小版的嘉明湖 另外有攝影師用空拍機的時候 意外在河道上面捕捉到了一塊綠地 從空中俯看就像是一個台灣 隱藏版的美景很漂亮 羅東運動公園戰地遼闊 園內翁育綠樹和廣大草坪層層綿延 再加上水池造景和小河 宛如都市叢林裡的一顆綠寶石 修理景色也吸引許多攝影師前來朝聖 有民眾利用空拍機拍攝時 在園內景點飛鳥飛石和圓形廣場之間的河道上 捕捉到一塊台灣造型的綠地 讓民眾又驚又喜 因為它的角度 我們只能從空拍的地方可以看 如果沒有空拍 實際上你也不知道這個是個台灣島 對方在隱藏版台灣島上的石頭 正好就是台灣各城市的位置 特別的設計也讓民眾覺得很有趣 主要的城市都有 那太棒了 羅東運動公園裡的美景可不止這裡 園內的制高點望天丘 前陣子因為連日大雨行程直徑大約5公尺 深約60公分的水潭 配上周圍的綠色草坪 就像迷你版的嘉明湖 可遇不可求的美景吸引民眾來拍照打卡 羅東運動公園由日本設計公司負責規劃 在民國85年落成 佔地面積47公頃 園內除了有籃球場網球場還有游泳池 提供當地民眾運動外 也規劃了許多人工造景 成為當地的熱門景點 這次民眾意外發現的隱藏版台灣島 還有最近意外形成的縮小版嘉明湖 更為羅東運動公園再填風采 記者林醫生張志仁宜蘭報道 請問吧 請問吧